2月21号 用现金家里程在华航的官网 订了一张台北到曼谷的来回机票 但因为我自己自身的原因 所以我迟到了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到华航的那个退票那边去询问说 那我现在该怎么处理 然后他就说帮我订这一班朝老航空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从你柜台这边帮我订 跟我直接我自己 用我手机订是一样的吗 做是一样的 因为1号我从曼谷回台北 我到华航的柜台去报告的时候 他就说 没有朝到的机票 要我出示一下机票证明 然后他们高层的柜姐就出来告知我 他的原话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搭别的航空公司的飞机过来 所以我们回程帮你做了取消 我当下其实是很错愕的 我也就想说就是因为我去城没搭 所以回程被取消是航空公司的规定 只是这个空姐说的话让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想说没关系 我就问他说 那我可以现场再买一张机票吗 然后空姐就查了一下跟我说 目前确定是还有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那你机票目前要等所有的乘客都拿完登机牌子 这样一个半小时之后 确定有多的位置才可以卖给我 我不是有多一个位置吗 但他就是坚持无法把那个位置卖给我 并且请我离开 我离开会台之后 拿出手机 打开黄昂官网 立刻订了那张商务商机票 就是同一般班机 是可以购买的 而且我立刻就买到机位了 我又回到报道他们就去刷我的护照 就确定过机票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立刻让我去做一个报道的动作 就是一样等其他的乘客 拿完登机牌 我就在那边等他们呼呼其他乘客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拿走了 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荒唐 他们也没有跟我说 我可以直接买来回机票 常常也是你们推荐我买的 但是你们跟我说 你不知道我搭别的航空公司到曼谷 所以这张机会被作备 那文法让我觉得很奇怪 对机票如果买来回 去城没搭到 记得问一下回程是不是可以搭 如果回程会被航空公司取消的话 那够票的时候记得买来回票 不然会回不来 而且来回票比单程票便宜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要出发 我昨天检查机会 我发现 他给我改直接 我出发时间被改到7点就算了 我转机的班机在我从台北出发以前 就已经起飞了 台北7点出发 10点 要不离日本 然后他就跟我算前1点10分钟 你开火箭你 现在要走 代理月节的公司 快放了 明天晚上店员能不能取消 不然改在明天晚上 总之原本11月27号班机被取消 月节没有任何通知 也不给退费 柜台能坐的 只有把机票改到12月1号 但是现在会拖到我伙伴的时间 所以我不想怎么做错 天呐 这个比较难够 现在决定直接买一张机票 17573 花钱烧灾 搭长途机最好不要买连航 搭连航一定要买不便嫌 2 1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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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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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